很多人经常会问卢台长说 台长为什么法师们不结婚 他们很痛苦 法师们非常的幸福 因为人的生离死别那是最痛苦的 当一个人的一生有了一个爱人之后 这个爱将会影响他的一生 所以当一个母亲要离开孩子的时候 孩子会无限的痛苦 当一个父亲要离开他的母亲的时候 母亲会生离死别 当一个母亲要离开父亲的时候 父亲会痛不欲生 大家想一想 法师们就没有这个痛苦 因为他们没有去拥有它 所以他们不会在死的时候 长受这份苦痛 所以不去拥有很多东西 你就不会失去它 你就不会感到失去的痛苦 所以学博人心要安静 意要明 所以懂得一个人 应该怎么样在社会上活着 怎么样让自己的心 能够摆脱更多的烦恼和困境 那是我们必须要做到的 所以放下解脱 一定是我们末法时期 最好的一剂良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